都是污了国民党的一个钱嘛 然后逃到香港 然后顺便叛变 抗战时期 在香港观望时局的李世群 和日本特务接上了线 他决心要做个彻底的汉奸 他说这个蒋介石他们呢 他们在重庆啊 就是说有英美的这个支持啊 那我也必须要找到这个靠山啊 因为这个要摸鱼嘛 这个大家总是 这个要有一个靠山 你摸你的大鱼 我摸我的小鱼这样啊 那今天呢 在这么一个混乱的一个时代里面 大家没有找到一个靠山的话 是很难生存下去的啦 1939年5月31号 汪精卫一行人到东京进行秘访 他在日本待了将近20天 汪精卫在日本和日本几次交手之后 汪精卫提出了他对中国魏政府的基本想象 1939年6月24号 回到中国的汪精卫 抵达天津 与王克敏会谈 整合魏政权 华北和华东 他发表了一段谈话 汪精卫他文章写得很好 他讲话很有力 演讲是第一流的 他因为被色友 因为他动了感情 所以他也就进入了郑平如 替他所铺设的陷阱里面吗 这是一种说法 可另外一种说法 也许对一个情报老手来讲 他也可能会利用这个小小的 看起来的温柔陷阱 其实是想要从后面得到更多的情报 想要可能要找出来更深的一些联络网 更深的一些对他的情报有利益的地方